今天来到成都建设路小吃街 每银领取100块 看看能吃到什么 作为一个成都人 今天就来带你们看一下 鼎鼎大名的建设路 我们三个一人一条街 我是这条街 首先在那条街 然后卖鸭在这条街 现在看一下100块钱 到底能吃多少东西 爪端先来一个 火锅味的 要三只 来 我给现金 这又15块 我家又85了 不能吃 要买过去吃 就是一定要拿过去的同一吃吗 好香 确实吃了 还八只吃了 我们现在我们一杯一块大个花 我忍不住了 我要全吃了 不是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外地有没有 反正我在成都经常看的 差不多了 数一下吧 哇 这么一大千 辣的吃了 啊 买了这么多 来点甜的 耶 买快点嘛 我买得到冷了 我买一样吃一样 我想整个身上吃 我们是到最后一期吃啊 不想得了是不是 你忍不住 买一块钱 你忍不住 因为他一块钱吃了 你觉得他一剩二拍了 他买一样吃一样 我 我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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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买了 你什么意思呢 你怎么陪下的 陪你呢 我没想到他是最老实的一个 他怎么偷知道两下都没吃 哈哈哈哈 爱过分 我们也不看到猴鹏号 就是我们是看到猴鹏号在吃 我们才开始吃了 我们前面也是冷着 口水都要流下来了 我们都没有吃 巨好吃这个 幸福 让我有良心啊 可能这儿到最后 本来说好了 所有人买一起 这个一个人 没有 就吃完了 我吃不完呢 我一会儿留给了 给他们分享一下 爱过分 你们俩说 还有别没别吃的 说真的 你这个人毫不讲道理嘛 这个我把土地儿还剩 鞋头 你给他给我吃 什么呢 太多分了 你咋可以只剩一拖来给我们吃嘛 来 先给你们推荐一下这个 这个叫做 撈枝蟹蟹 尝一下啊 你看这个蟹肉 就是这种感觉 里面的蟹肉就是这种感觉 它好像是深的 但是非常的入望 它里面的蟹肉已经融化了 已经变成了鱼尔像液体一样的东西 你可以把蟹肉吸出来 像果冻一样可以吸出来 特别好吃 来 下一个尝一尝啊 勺皮豆干 喂 糖果 来来给给给给观众看一下 哦 哦 我里面包的肥糖 还有脚碗根 还有香菜 还有泡菜 还有泡菜 然后我们下一个啊 烤老瓜 这个感觉要泡一碗米饭 要咬一点 先吃 加在一起 我也给到阿丽啊 就是这个非常好吃的土豆啊 就是可以看到 只剩这么一点了 已经足够 形容它有多好吃啊 相当的好吃啊 除了非常牛逼以外 找不到那个池YYD 也是找到池形容它了 有点糖醋味 对 有点麻辣味 对还算我有点良心啊 然后外酥里嫩 好 下一个臭豆腐 这个是里面掏空了 然后灌汁进去的 我们两个的这个是不一样的啊 看看哪个好吃点 我的里面有辣椒 大豆菜 还有它的那个设置的汤汁 好 下一个啊 大家都不莫充了啊 肉汤 肉汤 哇 这个爽 对不用给大家多介绍了 我们直接来尝尝尝 哇 这个鸡爪 来咯 哇 这家很正宗 真的 想起了上次去超市购物的时候 吃了那家 还有一个就是 四川人最喜欢吃的动物 兔头 你怎么可以吃兔兔 你怎么可以吃兔兔 兔兔那么可爱 你怎么可以吃兔兔 你怎么可以吃兔兔 来教训一下大家 可以吃兔兔的 首先从中间给它拧开 它的下巴上面 这一坨 良心 太没良心了 给我吃一口 馆场的可爱的都比较好吃 我觉得四川好多美食 折尔根真的都是 灵魂 像很多外资人 不会吃折尔根 你们猜一下 这么多要多少钱 9块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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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买不了这么多水果 19块9 卖也挺便宜的 借了我一块 还给他们 拿钱还给你 要一块钱 不得撩弄死 多少钱了 52.3 这么贵 这个 这个 那个白发带的帅哥 看到没 好帅 你咬了我一口吗 我就咬了你一口 我咬一拳 我就咬一拳 你咬一拳